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 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上帝为属他的儿女 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 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 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 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 约伯记二十八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约伯说 神明白智慧的道路 晓得智慧的所在 因他见察这道地极 遍观普天之下 要为风定轻重 又度量诸水 他为雨露定命令 为雷电定道路 神查看一切 在他并没有意外 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就是我们的头发 他都数过了 愿神每天将他的灵粮玛纳 赐给我们 使我们离开错误的期待 专心仰望他 在他蓝点中 长大成人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 就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神 我们思想 就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神 这个题目 所要读的经文 在旧约圣经 桑姆尔记下第四章 请预备好 您的圣经 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 主凡事引导 就是主本事引导 我何许便有所求 主爱恋我何有多意 我一生逢出卷有 请预讯下天上平安 同恩贵我担心啊 我身知无论与何事 主必为我爱多 我身知无论与何事 主必为我爱多 旧事都满事引导我 既去路爱人自宫 与世远处自爱相处 生命两日自担 我无论与何事 我身知无论与何事 我身知无论与何事 天国境地盘陷我借 快乐圈圆永不停 赶过去的盘先过去 快乐圈圆永不停 祝福的祝福 就是同伴是应到我 如此爱爱的恐怖 不允许在天国家里 为我美爱的不错 我们是我们我变化 如真与美国名所 千万你我仍要歌唱 耶稣凡事应到我 千万你我仍要歌唱 耶稣凡事应到我 撒末尔记下第四章 扫罗的儿子伊什伯社 听见亚尼尔死在西伯伦 手就发软 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慌 扫罗的儿子伊什伯社 有两个军长 一名巴拿 一名利甲 是变亚敏支派 比禄人临门的儿子 比禄也属变亚敏 比禄人早先逃到吉他因 在那里寄居直到今日 扫罗的儿子 约拿丹有一个儿子 名叫米菲波舍 是瘸腿的 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 从耶稣列传道的时候 他才五岁 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 因为跑得太急 孩子掉在地上 腿就瘸了 一日 比禄人临门的两个儿子 利甲和巴拿出去 约在午热的时候 到了伊什伯社的家 伊什伯社正睡午觉 他们进了房子 假作要取麦子 就刺透伊什伯社的度妇 逃跑了 他们进房子的时候 伊什伯社正在卧房里 躺在床上 他们将他杀死 割了他的手脊 拿着手脊 在亚拉巴走了一夜 将伊什伯社的手脊 拿到西伯伦见大卫王 说 王的仇敌扫罗 曾寻索王的性命 看哪 这是他儿子伊什伯社的手脊 耶和华今日 为我主我王 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 报了仇 大卫对比路人 林门的儿子利甲 和他兄弟巴拿说 我指着救我性命 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 耶和华起誓 从前有人报告我说 扫罗死了 他自以为报好消息 我就拿住他 将他杀在喜格拉 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 何况恶人将义人 杀在他的床上 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血的罪 从世上除灭你们呢 于是 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 砍断他们的手脚 掛在西伯伦的池旁 却将伊什伯社的手脊 葬在西伯伦 亚尼尔的坟墓里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 萨摩尔记下第四章 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 第九节 萨摩尔记下四章九节 经文说到 我指着借我性命脱离一些苦难 永生的烟华启示 萨摩尔记下四章九节 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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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萨摩尔的灵修短文 借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神 大卫到了中年 回顾过去 看到主怎样恩待他 神一步步引领他 从深坑中 从淤泥里把他拉出来 放他在磐石上 建立他的前途 人们又怎样可以干预神的作为呢 神已经在他身上写明他的目的 大卫一生 已经学会等候的功课 他有什么需要 就仰望神的供应 在他路上有困难 他也依靠神为他挪开 任何人在他的道路中阻碍他 他只让神来对付 他在旷野两次 不肯取扫罗的性命 那亚玛利人说他杀了扫罗 在基利波山上 大卫就处决那人 大卫同样一个原则 来处理杀害伊斯波社的事 他不需要别人为他铺路 好让他步向以色列王的宝座 愿神也这样就把你脱离一切仇敌 不可回心丧胆 不要自己伸手抓取地位 或用手段求取自己的安全 那么做 以后只会让你感到羞愧 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誓为良 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你都默然依靠耶和华 耐性等候他 神能使冰河化为流水 也必除去你的一切困难 使你承受地土 他必救把你 使仇敌蒙羞 他也饱血救赎你 必不使你失望 永活的神必默然爱你 他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 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 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 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 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 欢迎继续收听 孙大中主持 旷野玛纳 今天我们思想 借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神 这个题目 神喜悦在痛苦中 带着忧伤信靠他的人 他知道经过苦练成长的人格 是稳定成熟的 神不用王宫里的摩西 和穿着彩衣的约瑟 来承担大任 而要他们先受磨练 他预定大卫做王 但是先让大卫在扫罗手下受苦 大卫对神的认识很深 他不但称神为他的主 更是他的牧者 他的磐石 他的山寨 他的避难所和他的力量 大卫不需要别人为他铺路 让他能够步向以色列王的宝座 他始终倚靠 救到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永生神 当他起事的时候 他说 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 永生的耶和华 起事 中年的时候 在撒末尔记下四章九节提到 到晚年的时候 在《猎王记》上一章二的九节 也提到 大卫选择耐心等候神 知道神成就他所应许的 他相信 神必成就 向他所应许的话 大卫倚靠神 以神的信实为良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今天你信靠神 能就你性命脱离一切苦难吗 当环境没有改变 神借着圣灵帮助我们 正确思考 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 诗篇132篇第一节 世人说 耶和华 求你纪念大卫所受的一切苦难 大卫的苦难 是被神纪念的 诗篇56篇第八节 大卫对神说 我几次流离 你都记数 求你把我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 这不都记在你测试上吗 诗篇34篇19节 大卫说 一人多有苦难 神虽然预定大卫要做王 但许可他心里颠沛流离 性命照不保系 当他时常处在人生的风暴中 好教的学会 在盼望中等候神的施恩 在赞美中等候他的帮助 在感谢中等候他的拯救 诗篇18篇1到6节 大卫说 耶和华我的力量啊 我爱你 耶和华是我的岩石 我的山寨 我的救主 我的神 我的磐石 我所投靠的 他是我的盾牌 是拯救我的脚 是我的高台 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 这样 我便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 匪列的急流是我惊惧 阴间的绳索缠绕我 死亡的网罗临到我 我在疾难中求告耶和华 向我的神呼求 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 我在他面前的呼求 入了他的耳中 这是当耶和华拯救大卫脱离一些仇敌 和扫落之手的日子 大卫向耶和华所念的诗 诗篇五十六篇 九到十一节 大卫说 我呼求的日子 我的仇敌都要转身退后 神帮助我 这是我所知道的 我依靠神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耶和华 我要赞美他的话 我依靠神 必不惧怕 人能帮我怎么样呢 大卫不怕叙弃之辈 因为知道神是他性命的保障 就是因为他一生经历过许多神所许可的忧患 他的心已经习惯 紧紧跟随神 实时依靠他 才能够在年老的时候 将神的能力指示下代 将他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 诗篇三十七篇五到七节 大卫说 当将你的事交投耶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 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 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大卫说 我从前年幼 现在年老 却未见过一人背弃 也未见过他的后裔逃犯 他终日恩待人 借给人 他的后裔也蒙福 大卫见证一人虽然失脚 也不致全身扑倒 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 法国奥秘派神学家分乃伦曾说 能受苦而不沮丧 是一件伟大的事 一个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 能够不先去理解自己所背的十字架 而确信神用他的圣手在带领他 就容易得胜 相反的 一直胡思乱想 一直问神 神啊为什么 就会多忧多疑 就容易给魔鬼留了地步 约伯曾经为他在受苦的时候 缺乏信心 在苦难中说了很多 无用的话而懊悔 当约伯亲眼见神的时候 随即厌恶他的言语 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 当神要我们不活在自己有限的经验里 而靠他口中所出的一切话 给我们特别的带领的时候 要对神不务实也不务事有信心 不因为面临不利的环境 看见不希望见到的苦难 心里就起了疑惑 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你说 神既然爱大卫 为什么不让他早早做上王位 而让他颠沛流离呢 因为大卫不单是有能力做和神心意的王 他还多才多艺 他有写实的恩赐 神许可大卫多受痛苦 常经忧患 结果大卫写出一篇篇 优美感人的诗篇 把内心深处的感受抒发出来 神借着他替我们说出了我们言语说不出来 心中的感受 今天 当我们陷入忧愁 感到前途似乎乌云满步 打开诗篇来读 我们就看见亮光 神并非不能让大卫安疏 而要他在困境里待上一段时间 是他非得求告神不可 结果患难生出忍耐 忍耐生出老恋 老恋就生出盼望 你想 大卫若是未曾落到极卑微之地 免去的压力痛苦 不遇见为难 不遇见困难 那么我们今天诗篇里 就少了很多能表达我们忧伤和喜乐的金句 我们的损失将有多大呢 但感谢神 借着宝金忧患了大卫 把我们想说 却说不出来的渴望 写成了诗篇 叫我们小的该怎样跟神祷告 神为自己名的缘故 引导大卫 指点他 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他 大卫千倍依靠神 他的心是清洁的 他的动机是纯正的 诗篇二十五篇 四到五节 大卫说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大卫曾经有两次机会 可以除掉扫罗 但他拒绝了这样的试探 不愿下手害耶和华的收告者 而甘愿等候神 继续过着被扫罗寻锁 逃避扫罗的日子 十篇六十二篇第一节 他会说 我的心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我的继温是从他而来 纵观大卫的一生 可说充满了各种忧患和试炼 但他知道 神昼夜眷顾 无论何时 无论何地 无论何事 神都以他至高的全能 在约束一切 以他绝对无物的旨意 在统治一切 以他的智慧 在规定一切 诗篇三十四篇 九到四节 大卫说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当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 少壮狮子还缺食人恶 但寻求耶和华的 什么好处都不缺 孙德生弟兄在写 神的门生大卫的时候 他提到 大卫有精人的忍耐和自制 他从不下手强求命运的实现 当扫罗睡在自重营里 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 鸭鸟和百姓睡在他周围 亚比塞对大卫说 现在神将你的仇敌 交在你的手里 求你扔我 拿枪 将他刺头在地 一次就成 不用再刺 大卫拒绝 说 不可害死他 因为扫罗是 耶和华的受高者 大卫又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他或被耶和华击打 或是死其道了 或是出战阵亡 我在耶和华面前 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现在 你可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 我们就走 于是大卫 从扫罗的头旁 拿了枪和水瓶 二人就走了 没有人看见 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醒起 都睡着了 圣经说 因为耶和华 使他们沉沉地睡了 大卫如此行 只因要和神的心意 萨摩尔记下一章 1到16节记载 扫罗死后 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 在喜格拉住了两天 第三天 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 衣服撕裂 投蒙灰尘 到大卫面前 伏地叩拜 大卫问他说 你从哪里来 他说 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 大卫问他说 事情怎样 请你告诉我 他回答说 百姓从镇上逃跑 有许多人扑倒死亡 扫罗和老儿子 约拿丹也死了 大卫问 抱歉的少年人说 你怎么知道 扫罗和老儿子 约拿丹死了呢 抱歉的少年人说 我偶然到基里波山 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 有战车马兵 紧紧地追他 他回头看见我 且呼叫我 我说 我在这里 他问我说 你是什么人 我说我是亚玛利人 他说 请你来 将我杀死 因为痛苦抓住我 我的生命尚存 我准之他破岛 必不能活 就去将他杀死 把他头上的冠冕 闭上的镯子 拿到我主这里 大卫有撕裂衣服 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 而且 悲哀哭 近时到晚上 是因扫罗和的儿子 约拿丹 并以耶和华的民 以色列家的人 倒在刀下 大卫问抱歉的少年人说 你是哪里的人 他说 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 大卫说 你身手害耶和华的受高者 怎么不畏惧呢 大卫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 你去杀他吧 大卫对他说 你留人写的罪 归到自己的头上 因为你亲口做见证说 我杀了耶和华的受高者 少年人就把他杀了 这个亚玛利人来向大卫邀功 自以为报了好消息 但大卫并不领情 而是把他杀在喜格拉 今天我们是否像大卫这样 向神心存正直 愿意一生让神来引导呢 并且是否愿意像大卫这样 满心感谢神 要报答耶和华 向我们所赐的一些厚恩呢 愿我们从大卫的生平当中 以及所写的诗篇里 能更多地晓得 大卫之所谓蒙神喜爱的原因 愿主的临导我们 使我们进入他旨意的深处 请我们去祷告 主啊 大卫和你心意 不等于他一生完美 没有瑕疵 你知道大卫在赫人乌里亚的世上 如何得罪你 谁你蒙羞 你许可大卫的软弱 被记载下来 成为我们的见解 但除了那件事 他都是形你眼中看为正的事 一生没有违背你一切所吩咐的 主啊这是何等宝贵 你是救他性命脱离一切苦难的神 我们若有信心把自己交托给你 你也必拯救我们到底 主啊大卫不住地向你求问 一生蒙你指教 你是他的牧者 求主给我们谦卑的心 叫我们眼目也实实仰望你 你是我们的亮光 是我们的拯救 我们还怕谁呢 你是我们四位的盾牌 是我们的荣耀 又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 主啊既温唯独从你而来 愿你经过我们的信心 牧养我们 扶持我们 直到永远 祷告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是孙大中 下次节目时间 空中再会 愿神赐福给您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我比不知缺乏 他使我贪我在青草地上 是祷告祝حم 这是我的灵云生 Historical少数 主耶和花是我牧者 你却是生好的空 我并不知缺乏